行政院表示这个发现金的成本不会比就是发五倍券还要低 那时代力量党团表示2008年马政府当时发消费券的时候 时任立委赖清德质疑印钞票也要钱印券也要钱 为何不干脆把钱直接转到民众的户头不就好了 哪需要印钞票 有点打脸了现在民进党过去其实也是支持发现金 那包含这个实力民众党团都支持发现金 但政府还是坚持发五倍券 市长怎么看 这个就是从每一个危机其实都是转机的 所以常常说善用每一个危机 其实去年在发三倍券的时候就乱七八糟了 非常清楚 因为我去到现场去看那个再发还是很乱 其实如果从去年到现在有一年多的时间你知道 我们把电子身份证建立 然后建立每个人的电子账户 今天这都不是问题 甚至我那个钱你知道存到你那个账户 还可以要求说你那个账户的钱要多久之内 用完 如果没有用完那个钱就取消掉 因为现在发振兴券唯一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 限时消费 因为现金你知道它可以存起来可以 怎么用都可以 那消费券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控制时间跟项目 可是如果用电子账户这个都不是问题 所以结论是这样 不要浪费每一个危机 其实去年那个三倍券如果是重来一遍你知道 当时发现断七八糟的时候 就用这一年的时间把整个台湾的电子身份证 电子账户都全部建立 今天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你说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晓得 还是他已经 那个五倍券的 那个纸张也买了你知道 因为去年大概花22亿多 听说是花差不多23亿 三倍券要花23亿 我就不知道五倍券不晓得花多少钱 反正就是这样 我也不晓得怎么办 去问那个苏贞昌